来看到又见台湾之光 就读高雄中学二年级的戴姿颖 在美国羽球公开赛女子单打 击败了日本选手夺下了冠军 让她的复兴开心极乐 现场最新的情况请记者王月芳来告诉我们 月芳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大家真的要为戴姿颖鼓鼓掌 因为她真的非常厉害 才17岁呢就顺利夺下了美国羽球公开赛的冠军 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她在争八强的时候 与大陆选手对战 可以看到呢 她杀球的时候力道十足 非常的有杀气 因此呢表现得非常好 顺利的击败了对手 而之后在冠军赛中呢 也顺利的击败了日本的选手夺下了冠军 来听一下她爸爸的说法 小准快掉了啦 因为她为什么很扶捨呢 因为这个小准从她小时候的时候 到她在国内比赛或到国外比赛 她都带在身边 反正没有在 她在家里抱啦 她出外比赛她也都抱着 所以她就觉得很那个啊 可是她 也 我就跟她说平常现在破掉就破掉了 她问我怎么办啊 从给我的意思说 她小准我破掉了怎么办 带爸爸呢非常的开心哦 因为带子颖成为了台湾最年轻的球后 原来她从小呢就因为爸爸喜欢羽球 而如木兰呢小学生的时候呢 就常常跟社会组的大人对打 小六呢就取得了甲组的资格非常的有天分 不过在昨天冠军赛前呢 总是陪伴她出国的心爱抱枕破掉了 因此造成她心情一度低落 还传简讯告诉在台湾的爸爸 不过呢她爸爸也是安慰她哦 就是以平常心对待 因此呢她是整理好了心情来面对了对手 顺利的夺下了冠军 下一步她也将争取2012年奥运的门票 那么就是来自目前向这一情形镜头 交还给棚内主播哦